欢迎你继续回到中天新闻开放新中国节目 一到了春节 这就是大陆餐饮业最头疼的时候了 因为这个厨师还有服务生 一回老家就有可能不回来了 面对缺工的问题该怎么办呢 有人脑筋动得快 跟学校来个建教合作 让学生来实习弥补人力不足 当然也有人看得更远 从炒菜到送餐 干脆找机器人来代劳 而当初上一场颠覆味蕾的舌尖冒险 才正要开始 说起云南菜少不了这道气锅鸡 鲜甜汤汁油润中带着清凝香气 格外开胃 而新鲜名虾左上媲美松茸的 名味鸡松菌 碰撞出中西河壁的独特风味 加入了这些就是调整 各种口味的一些东西在里头 我觉得很好 传统云南菜品味道浓烈酸辣 在北京这国际大城市走高端路线 人均消费超过千元台币 就得懂得兼容并蓄 推陈出心 传统的话它会加一些酸 就是云南的一种特殊的调味品 还有它会加的是小米辣 我们现在用的是 大红椒它不是很辣 像这道椒叶蒸雪鱼 为了符合大众口味 除了微调佐料配方 还舍弃原来略带土腥味的河鱼 改用欧洲进口雪鱼 口感细致层次分明 这里是北京前门大街 清末的美国公食馆 来自台湾的张文志 在上海连锁餐饮市场 耕耘八年 直到去年五月 蔡金金 南方来讲 它空气比较湿润 然后北方比较干燥 因为干燥的时候 它膨胀系数很大 所以地板常常会空气 南北气候差异 着实让它吃了不少苦头 不过最伤脑筋的 却是任意严重的缺工问题 春节前菜鸟报到 与河南学校建教合作 用实习生弥补人力缺口 服务礼仪 实具摆盘 年年都得这么从头来过 意义指点 出来一点 然后两个手指再去捋衣 在学校想怎么玩怎么玩 我就觉得 有时候觉得很累 但是很轻易一点 赚钱真的好累 我没有喜欢辣椒 不好意思 没有 尽管包吃包住 一个月薪水 人民币2500元 是北京基本工资1260元的两倍 实习时间一到 照样留不住人 今年我们大概招聘的人数 有在60到70个 然后实际上会真正留下来 大概是在一层到两层左右 其实也不高 其实也不高 于是穷着变变着通 有人开始学郭台铭 把餐饮升级 寻找生机 你没看错 跑堂的服务生真的不是人 靠着雷达感应器 机器人送餐精准到位 遇到阻碍也能即时刹车 要是客人一多没关系 还有办法上下其手 这里除了有地面机器人 可以帮你桌边服务 甚至还可以空中传菜 这是大陆哈尔滨第一家机器人餐厅 里头的机器员工不光顾外场 还要长大厨 倒入佐料左右翻炒 鲜艳油亮的油焖大虾 就能自动上桌 里头石井肉片一样色香味俱全 机器人做得很好吃 那跟妈妈比呢 谁做得比较好吃 你妈妈做得好吃 你妈妈做得好吃 刘哈生 科技工程师出身 花了四年投入五百多万人民币做研发 就是看到未来人力短缺的趋势 提早卡位抢商机 它已经可以点三个四个出师 售价在三十万元左右的机器人 不久呢我们就可以把它达到 在七八万块钱 甚至还会低 大陆城市生活成本不断攀升 加上80后90后形态转变 太累宁可回老家 参与这类低端行业 用功缺口超过三成 如今当逃家 还真是一个头比两个大